Hello,大家好,我是紫宜 在国庆之前我去了一趟北京 提前体验了一下未来刚刚推出的NOP 全称是Navigate on Pilot 也就是领航辅助功能 它其实仍然是L2自动辅助驾驶的一部分 但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它可以根据导航路径的规划 在高精地图上覆盖范围内的大部分高速公路 以及城市高架路上 实现自动进出扎道和切换主杠道 同时可以根据道路的限速和环境感知等等信息 来自动调整车速 智能变换车道以及超越慢车 从而实现指定路径下的按照导航路线 自动辅助驾驶 所以说它其实是比目前大部分搭载了 L2级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 普遍可以实现的比如说像自适应巡航 车道保持功能等等的更近了一步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两家 一个是特斯拉NOA 另外一个就是蔚来的NOP了 所以说蔚来的NOP是全球为二的技术 并且这个技术是完全由蔚来来自主研发的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既然它是全球为二 我们就难免要把蔚来的NOP和特斯拉的NOA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 施加当天其实是一个雨天 我们是从位于北京大兴区的蔚来益庄交付中心出发 试驾的路况包括高速和五环 在这样相同的路段里面 我先跑完了特斯拉 然后再接着跑了蔚来 试驾的时候两台车都是设置为无需变道确认 也就是说车辆会根据路况自行来打灯变道 那么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试用范围的不同 蔚来的NOP是基于百度的高晶地图为基础 再加上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等等实时监测路况 而特斯拉目前是通过纯视觉 所以在高晶地图覆盖的区域蔚来NOP的支持度会更好 比如说在北京蔚来NOP它是可以在五环上使用的 但是特斯拉在五环上是只能使用AP而不能使用NOA的 在上海广州等等城市 蔚来的NOP也是支持在城市的快速路上使用 而特斯拉是只能在高速路上使用 所以目前从日常使用的路段来说 蔚来的NOP是更加有优势的 第二点不同就是它们俩的驾驶风格简直是有天壤之别 特斯拉的调教十分的激进 它在遭遇到前方有卖车的时候 只要左侧车道有空间 哪怕后方已经有车在逼近了 也会毫不犹豫的去变道超车 尽管这种风格它的行驶效率更高 但是在中国的道路环境之下 恐怕会招来不少后车司机的咒骂 甚至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而蔚来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 它的超车风格像极了一个新手 明明是左侧车道空间足够 但是因为毫米波雷达发现后方有车在靠近 就会留在自己的车道里面等待 但是国内的路况大家懂的 你只要打了便道灯 那再想超车反而就更加难了 在长时间的等待没有合适的超车机会之后呢 蔚来NOP会暂时放弃超车的计划 所以老司机刚开始使用NOP的时候 肯定是会看着它干着急啊 最后就不得不亲自来掌控超车了 当然呢 蔚来NOP目前只是一个beta版本 所有调教的前提就是确保用户百分之百的安全 因此这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它们俩上手的难度不同 就跟特斯拉一向奉行的这个极简主义一样 特斯拉NOP在工作的时候它的提示很少 没有语音指令的辅助 NOP系统激活或者退出 只有简单的提示音很容易漏听 其中一次在进入家道的时候 NOP因为无法识别车道而退出 但如果当时我没有及时发现这一情况 并且接管了车辆的话 就很可能导致事故或者是走错路了 所以这个功能对新手来说可能是不太友好的 需要时刻来盯着方向盘 通过仪表盘上的显示 去了解目前NOA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未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NOP工作的所有流程 它都会通过NOMI的语音指令清晰的来播报 让驾驶员能够提前了解车辆的工作状态 比如说它要变道了 要超车了 要驶出车道了 以及出车道的时候 需要驾驶员自己接管车辆了等等 就好比你旁边多了一个陪驾 语音指令非常清晰 给人的感觉也比较安心一点 即将接受领航 后期一如果熟悉了NOP的操作流程之后 用户也可以选择关闭语音提示 这就相当于给用户多了一个选择 更快的培养NOP驾驶使用习惯 除了以上三点 未来NOP和特斯拉 NOA的不同之处之外 我自己对未来NOP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优势和不足也有一些体会 比如说在进出车道的时候 因为车道上路况 会比主路上要复杂的多 有的车道特别宽 特斯拉因为是靠纯视觉 所以在面对很宽的车道的时候 它会因为找不到路面的边界 导致车辆在路中间蛇行走位 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而未来NOP因为有了高精地图的加持 精度可以达到20厘米 所以在车道上表现更加平稳 通过的速度也更加接近人类驾驶时的感觉 而一个明显比较不足的就是 未来的方向盘它采用的是扭力感应 所以很多次明明我的双手是扶着方向盘 它却不断的提示我要握紧方向盘 甚至需要花一定的力气来回的 轻微扭动一下方向盘 它才能让系统感知到我的双手 这肯定和NOP让你放松双手的目的 有些背道而驰了 现阶段想要通过NOP来彻底解放双手 肯定还是不现实的 不仅仅是因为法规还不允许 同时也是因为系统本身 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 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况当中 NOP能够实现更加安全的驾驶 但可能会让你的通行效率降低 而在车流量比较小的路况里 NOP的实用性就大大增加了 因为NOP它会自动的进出匝道 意味着你不会因为分心而错过出口 同时NOP也会根据限速标志 自动来控制车速 这样就避免了超速的发生 那相信随之后续使用NOP的车主越来越多 结合大数据分析和学习能力 未来NOP的成熟度也会越来越高 或许呢 距离我们真正实现 LO3级的自动驾驶也就不远了 那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拜拜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